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25000元預算的最佳電競組合 既上次的12000元組合的影片,有受到大家的熱烈迴響 所以這次來做個續集,那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正題 在開始介紹這次的配單之前 我先來回答上次配單有觀眾問我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說CPU為什麼不再加一些預算上3500X 它核心數更多而且效能也更好,CP值也是高到爆炸 那我主要考量的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有些人的預算真的到12000就是緊繃了 可能它原本連遺憾都不到 但憑藉著它的毅力,用力淡淡一捏才上到12000 甚至有些人捏到爛掉了都很難到12000 所以這個配單比較像是玩遊戲的最低入門標準 再來我的第二個考量是電腦的木桶效應 那所謂的木桶效應就是指所有的零件應該效能均衡 即便你其中一個零件很強,但其他零件沒跟上的話就無法發揮它的效能 如果我上6核心的3500X 那我也想考慮供電更好的B450的板子 然後記憶體不選超頻的也會有點可惜 那硬碟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選更快的M.2 而且RX無盡又好像有點不搭3500X的效能等等 在上多方的考量下,預算其實很容易就爆了 所以我的出發點就是在這個預算下,組出效能最均衡的電腦 那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其實也沒有絕對的對錯 讓3500X無益效能更好,CP值也超高 這部分我是非常認同的 這個就是配單有趣的地方,你可以靈活去應變 好那我們來看這次的配單 這次預算我訂在25000 這個預算我想是最多人選擇的區間了 不管你是第一次想入門遊戲電腦 或是想換新電腦的人都一樣 這個預算既不會讓你覺得太高而劃不下去 而同時又能擁有很不錯的效能 可以順跑到市面上的所有大作 那有人會問我說,那我可不可以把預算壓在2萬元內 其實也是可以,就是再把顯卡往下降就好了 但我覺得CP值都沒有比這個預算搭配要來的高 那我們就來一一說明每個零件 隨便是CPU,使用AMD的R5 3500X 6核6線程,時脈3.6GHz Turbo到4.1GHz 並且還不鎖屏 那全新的Z2架構,才今天的7nm的製程 而且由於R5 3500X相比3600少掉的超線程 讓它的價格壓在4000元內有找 真是像到一個爆炸 看你要煎炒、魯瓣烤都很適合 毫無懸念的成為最高CP值的中階CPU 其實原本在R5 3500X出來之前 中階CPU的最佳選擇是9400F 一樣也是6核6線程 並且因為省缺內顯所以價格壓在4000多塊 但是R5 3500X一出來之後真的是搶進9400F的風頭 畢竟你一樣的核心數而且架構更低 而且還可以超頻 然後由R5 3500X的TDP只有65W 在不超頻的情況下發熱量其實不高 所以用原廠附的散熱器就很好用了 那如果你要超頻或是想要更漂亮的溫度 那再考慮另外架構的散熱器也可以 再來主機板就使用B450剛剛好 它有足夠的供電和擴充性 價格也不會太貴 基本上給R5 3500X用的主機板 我建議預算捏在3000塊左右差不多 那當然啦詳細的用料你可以一一比對 這裡就是給大家一個區間參考 要應付350X用3000塊上下的板子就差不多了 然後主機板部分我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去其他地方比價 像這樣板子它在蝦皮就賣的比原價又便宜100塊錢 有些我遇過價差還超過500塊的 所以推薦大家就多看看 有減到幾百塊的便宜也是一種小確幸嘛 那記憶體部分沒什麼好懸念的 就是8G兩支組雙通道 並且可以選擇超頻記憶體 頻率在3200MHz的CP值不錯 近期的記憶體價格因為諸多生產問題 所以價格正在漲價 但目前的價格還算是可以入手 16G的記憶體要打遊戲依然是很足夠的 那在硬碟的部分我會推薦直接3顆500G的M.2 SSD 速度快而且容量也夠用 那如果要存放多款遊戲或檔案 那在1G的需求來加裝HDD都可以 然後顯示卡部分我支持選擇的是RTX 2060 擁有6G的VRAM 並且支援光線追蹤 前陣子RTX 2060再度的下調價格 那時候像是微星的2060 Ventus 就有降到9000內 CP值很高 那最近竟有做這張卡的評測 2060相比E6系列來說核心規格高了一階 擁有RT Core以及Tensor Core 可以更好的支援光線追蹤以及RTSS 如果價格跟E660系列沒差多少 那直上RTX 2060會是很好的選擇 不過這個企劃做到一般的時候 它就已經回漲了 連交友還有新亞等等的銅路 都回到接近1萬元的價格 那我猜有可能是因為最近大陸疫情的關係 版卡的生產線受到影響 導致台灣這裡的供貨暫時中斷 所以影響到它的價格 真是被擺了一道 那基本上以2動6動的效能來說 已經可以在108MP的解析度下 暢玩幾乎所有的遊戲 要玩到爽都不是問題 所以如果想要開高畫質遊玩遊戲 並且的預算也足夠 那跳過E6系列上到2060會更好 電源部分挑個550W主瓦的電源就夠推了 如果OK的話 挑選個金牌的電源 包括物理以上的大廠都不錯 那像電源瓦數的部分 我會去顯卡官網查詢他所推薦的瓦數 然後我會依照CPU來決定要不要再往上加 假設2060推薦的瓦數為500W 那由於我拿的是6核心的3500X 所以電源就維持500或550W就夠了 那如果我是拿8核心的R7或i7 那考量到高核心數高主品所帶來的那種峰值功耗 那我就會適時的將電源提升到600或650W 那如果是拿到12核心的R9 那可能就會再高一些些 那主要就是會拉一些空間來做緩衝 以情況的做調整 而機殼部分 因為這次的預算比較充足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1000到2000塊的機殼來用 這個區間就有很多CP值不錯的機殼可以選 當然啦,你想要繼續用學定格我也是沒有意見 人家是大物理學家 這用起來就是一種格調 所以這部分就看大家怎麼去選擇 那最後是作業系統的部分 這次我就沒辦法算在預算範圍內了 基本上在台灣如果要使用Win10 還是只能去買盒裝版的 網路上那些OEM的或隨機版的序號 如果單買的話在台灣目前都還算是灰色地帶 即便它的來源是合法的都一樣 畢竟台灣微軟就有規定OEM需要必須搭配主機來賣 除非你可以請電腦賣家賣你一整台電腦 這樣它的序號就可以搭機賣給你了 抑或是說你還是學生 那學校通常會提供免費的作業系統給你 如果有這些資源的話可以好好去利用 當然如果有人要繼續使用尊爵的試用版 我也是沒意見啦 但是就是用起來比較鼻酸 這也就是一樣看大家的選擇 那所有的零件都說明完後 接下來就要進行我們今天的測試了 這測試是平台使用華碩的C8H主機板 記憶體是高白起8G兩支,36MHz 然後大家可以忽略那個魯班子 我只是懶得裝水冷扣具 所以找個東西壓著而已 那顯示卡就會往我手邊的RTX2060高原子公版 我們先來看一下350X在Centerbench的跑分 在Centerbench R15中 350X獲得多核187分,單核1020的分數 而在R20中則獲得單核463,多核2493的分數 在這個測試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因為少了超限層 所以350X在多核上的分數 對比其他兩顆CPU來說較不突出 並且還低於前一代的R5 2600 但是在單核效能部分則幾乎跟3600相同 並且明顯強於前一代的2600 而這個特性也很適合用於遊戲 目前單核效能還是會對遊戲的表現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等於是說移除掉對遊戲的影響很小的超限層 然後維持單核的性能 這樣就能在壓低價格的情況下 對遊戲表現的減損降到最低 再來我也試了一下超頻 近半也是將CPU全核設置在4.2GHz 定壓在1.35V 既然350X不鎖屏 我們就來試試看說可以再榨出多少的性能 那車的結果超頻後 350X在Centerbench R跑分中均有所上升 R15中多核成長100多分 單核性能成長近5% R20中則是有13%的多核成長 等於是在單核性能上略強未超頻的3600 而在多核部分則是跟2600不相上下 這次我也跑了一下Time Spy 跑分結果總共得了7105分 顯卡部分則是7648分 不過我的目的不是要看這個分數 我是要去對比一下說這樣的設備跟其他的玩家相比 大概贏過多少人 那比較結果則是領先了65%的測試者 這樣看起來電腦不錯的人還是挺多的 用這樣的配備還是輸35%的使用者 不過考量到會跑3DMark的人 基本上他們的電腦配備不會太差 所以這樣的結果就還算是可以接受 大概是中間片上的零件規格 接著我們進行實測 首先是測到涅槃德去貼5 在108MP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幀率可以跑到100幀以上,非常的流暢 然後CPU及顯卡都沒有滿載 說明這樣的特效現在對硬體的壓力不高 所以要上調到2K游玩也不是問題 那這也是很多人希望我測的魔物獵人世界 一樣在108MP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幀率穩定在60幀順跑 魔物獵人世界是一款比較吃重的顯卡的遊戲 你看現在的顯卡就是滿載的狀態了 而它對CPU的要求相對也沒那麼高 所以這樣的配置就很適合拿來打魔物 而且VRAM也夠用 那再來是赤二教條奧德賽 一樣在108MP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所以就換成CPU跑到瓶頸了 奧德賽真的是我看過非常吃CPU資源的遊戲 不過以這樣的配備來跑 一樣可以有50幾幀的表現 整體來說是可以流暢遊玩 VRAM也還算是夠用 那除了是決勝時刻的現代真正 一樣在108MP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然後我先不開光追 這時候幀率也在120幀上下 VRAM吃到5G多,真的是偏高 顯卡跟CPU沒有明顯滿載的狀況 在開光追之後幀率輕微下降 不過還是有100多幀出頭 VRAM吃到快滿 不過我覺得這款遊戲對VRAM的要求還是太高 之前用2060SUPER車塔的VRAM會吃到7G 希望原廠之後可以對這塊進行優化 不過整體測試下來 以這樣的配備要應付各種大作是沒有問題的 跟河水一樣簡單 總結來說 今天這個組合可以滿足108MP下大部分遊戲高畫質順跑 而且在價格上 還是能控制在2500這個級距內 如果你是想組一台玩遊戲的電腦 希望可以高畫質順跑遊戲 而且同時希望價格不要太高 那這樣的配置就是不錯的選擇 其實今天做這個企劃有點尷尬 因為最近大陸疫情的關係 連帶影響到了台灣的零件供貨 所以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假如大陸那裡還是沒有如期復工 那各大通路就會開始出現缺貨的現象了 應該說現在部分零件已經開始在缺了 所以如果最近很急需電腦的 趁目前還有零件的時候趕快組 那如果沒那麼急的話 可以等到過陣子零件價格回穩之後再組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的話在下方你會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